旁边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啊 这是谁啊 小二 小时的陶阳有多调皮 相信喜欢德云社的朋友非常了解 近日小陶阳又开始调皮了 近日抖包袱大会最新一期播出 节目中陶阳接到的任务 是给师兄弟打电话借钱 陶阳就给师哥岳云鹏打电话借钱 看得出来小陶阳是没有借过钱的 借钱两个字始终不好意思说出口 但岳云鹏也明白了陶阳的意思 一句多少让在座的以及观众很失暖心 但陶阳从三万变三千立马就曝光了 是在做节目效果 岳云鹏也是笑骂滚蛋 喂 刚才行吗 怎么了 就这样那个我最近有点困难 然后那个那个啥哥 你闹那什么吗 那个行吗 对啊 嗯 也就两三万吧 三千也行 你鬼 看到岳云鹏的反应 不少网友直呼 小月月也不愧是老综艺人 一听就能听出来 陶阳是在做节目 这个数目找你月歌 属实有点看不起你月歌了 也有网友表示陶阳太可爱了 一看就是没有借过钱 要说陶阳在德云社中跟哪个师兄弟关系最好 那非月云鹏莫属 谈了吗 谈了吗 臭要脸 起来 小月月问陶阳谈恋爱了没有 小陶阳恼羞成怒的一把推开了月云鹏 当然这并不能两人的关系 只有这张辣眼睛的考古照片 才是最好的证明 小时候的陶阳 可以说是在月云鹏的怀里长大的 每一次采访 都能在月云鹏的怀中 看到陶阳的身影 也经常地把陶阳保护在身下 而那时 因为陶阳的少年老成 其他师兄弟 都不爱跟陶阳一起玩 感觉没有共同话题 陶阳感觉非常的孤独 还偷偷地落泪 我是我的儿子 但在月云鹏身上 让陶阳感受到了师兄的宠爱 也喜欢跟月云鹏一起玩 在陶阳导舱说相声时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月云鹏所在的二队 虽然嘴上说是二队的待遇好 但是根本原因 怕是因为月云鹏在二队 今年不是刚开始演出吗 希望这个明年 继续留在二队 因为什么呢 二队待遇比较好 在节目中 陶阳跟月云鹏的互动 也是最多的一个 陶阳想要展示 唱功的时候需要一把刀 月云鹏起身去拿道具 反手还给了陶阳一巴掌 这一操作 连郭老师都看不下去了 但月云鹏的一句话 也展现出了两人的感情有多深 对于月云鹏独一无二的宠爱 让小陶阳哈哈一笑 感觉还有点小骄傲 而月云鹏对于陶阳的宠爱 还不止这些 为了赶着演出大褂 都没有系好 月云鹏立马弯腰 为陶阳系上大褂 直到长大依然被月云鹏宠爱着 返场时直接把陶阳叫到身边 还亲了一口 曾经那个护亲的小陶阳 已经长大了 也变得害羞了 但在月云鹏的心目中 无论陶阳多大都是曾经在他怀里的那个宅宅 最后亲的那一下眼神中充满了宠爱 而且2022年的天津春晚 陶阳和月云鹏带着古曲社一众师妹的出现 也被网友们称之为强强联合 陶阳一开嗓就让大家忍不住的沉迷其中 而随后月云鹏和师妹们开嗓也惊艳不少的观众 走过了三春六春大海大京啊 看患了灯红酒绿是太阳凉 我来乱了什么潮 冲淘化的长草墙 金银财宝蒙黄凉 到不如无聊无虑开心笑一场 愿诸位招财祭宝 喜庆荣荣 现如今月云鹏相声专场 电影综艺遍地开花芒的分身法术 而陶阳也是麒麟巨社和相声兼顾 两人的见面机会是少之又少 但不管隔了多久多远 还是能感受到曾经的那份真挚的友谊 你还知道德云社哪些演员们得去世 一起评论出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